哈囉 歡迎回到不想工作只想手做 我是Zoe 相信喜歡蓋印章的朋友們 家裡一定有很多各式各樣各種顏色的印台對吧 不過大家以為印台就只有蓋章的這個功能而已嗎 其實印台可以當作是水彩或者是上色的工具使用 今天就是來教大家我覺得五種更厲害的使用方式 在這支使用方式之中呢 在之前的影片裡面已經有一些有使用過了 那今天在這支影片呢 想要為大家再統整一次 再加上一些新的使用技法給大家看看 我們開始吧 那我今天呢 要用C6的吊牌刀膜來裁出底紙 我的紙呢 是在美術社買的水彩紙 那第一個技法 我們要先準備一張底紙 以及一片墊在桌上的塑膠片 大家呢 可以使用專業的抗熱墊 或者是廚房的home page 這個技法呢 我要用到的是氧化硬台 不過其他的硬台也是沒有問題的喔 建議用水性硬台 例如氧化硬台 水滴硬台 痘痘印尼等等的 還有一樣必備的就是我們的噴瓶 可以噴出很霧的那種是最好的 那先刷一點顏色在塑膠片上面 做出你想要的漸層 再用噴平噴濕 大膽的把你的紙正面朝下 沾硬台的墨 上下稍微滑動一下 拿起來之後呢 大家會發現很多水劑在下面 不過不用害怕 只要用衛生紙把它吸乾就好囉 你可以風乾它 或者是用熱風級吹乾都可以 好接下來我們再換另外一個顏色再試一次 跟剛剛一樣的做法 這個做法呢 就像是水彩一樣 不過是不是感覺比自己畫的還要簡單呢 一台的顏色不同搭配出不一樣的感覺 是不是很漂亮很像星空的感覺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個技巧 第二個技巧呢 我要請出我的豆豆印尼 豆豆印尼有九組 每一組呢裡面都有四個搭配好的顏色 今天運用這個特點來教大家一個小技巧 我先選擇兩個 好拿出水晶印章的壓克力塊 或者是家裡有類似的東西都可以哦 用四種顏色蓋在水晶塊上面 剛剛一樣也是很自由的搭配 看你想要哪個顏色多一點 哪個顏色少一點都沒有問題 再拿出剛剛的噴瓶 稍微在表面上面噴濕之後 大概噴的兩到三下就沒問題了 再蓋到你的紙上 大概放一下下之後拿起來 讓紙稍微可以吸一下 拿起來之後大家應該很害怕 這麼水這麼的多都積在下面 不過你只要拿一張衛生紙 把多餘的地方吸起來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蓋下去過一兩分鐘拿起來的效果 你會得到顏色比較淺的感覺 再一樣用熱風槍或者是用風乾的都可以 接下來我要示範如果放了五分鐘之後 會是什麼樣的效果 跟剛剛一樣的步驟 把痘痘印尼蓋在壓克力塊上面 那如果你今天有圓形的壓克力塊 你就可以做出圓形的圖案哦 好 那這個顏色我先放在旁邊 稍微等五分鐘 我們再來做其他的顏色吧 那這組顏色比較重 可能會做出比較深的風格 等待五分鐘 好我們兩個都做完了 都先放在旁邊等五分鐘 好 我們來揭曉一下它們變得如何呢 放了五分鐘之後呢 基本上就已經全乾了 三 二 一 哦 跟剛剛有不一樣的感覺 有種斑駁的效果 大家喜歡哪一種的風格呢 這個技巧呢 我是參考美國的一個創作者 叫做 那影片裡面呢 有介紹到這個技法 而且並且用這個技法做出了更多不一樣的作品 不僅是用到水彩紙 還用到其他的紙質 做出來的效果完全不一樣 很值得去玩一番 那我會把它的影片呢 放在右上角的資訊卡裡面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放置一到兩分鐘 跟五分鐘的真的差很多 對不對 那我再做幾個版本 給大家看看 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那一樣不要害怕 只要用衛生紙把它吸起來 再稍微擦乾淨就可以了 豆豆印尼每一組的顏色 都是有搭配過的 所以搭在一起完全不會覺得奇怪喔 或者呢你想用其他硬台 創造出這個效果也是沒有問題的 豆豆印尼總共有九組顏色嘛 所以呢我每一組顏色都做出了一張來看看 給大家參考一下 你最喜歡哪一個顏色 我自己個人喜歡放一到兩分鐘的 比較有水彩的感覺 不曉得大家喜歡哪一種咧 那做完底之後呢 我們再稍微裝飾一下就可以變得很美了 就可以當作是 吊牌或是禮物卡片送給朋友 那我要用的是 KODOMO NO KAO的花草水晶章 這款真的很美 手繪的花草跟草寫字完全白搭 我要用的是之前的燙凸技法 那花草跟英文字的部分 我想要用白色的燙凸粉 之前的燙凸影片呢 有介紹到過這個技法 首先大家要先有浮水硬台 燙凸粉跟樂風槍 去膠粉刷可有可無 不過油了它效果會更好 我先大致稍微擺在上面 比對一下想要怎麼樣的位置 再拿出我們的水晶筷 好 大家先把去膠粉刷刷在表面 再用浮水硬台蓋在你的水晶章上面 硬章再蓋上去 接著呢下面要墊一張白紙 或是什麼紙都可以 用燙凸粉撒在上面 再把多餘的粉拍掉 剩下的粉呢都還可以放回罐子裡面 我們再用樂風槍吹龍 接著這一張呢我蓋了黑色的字 旁邊我用C6的刀膜做出的白色羽毛 貼在旁邊簡單又好看 再讓大家看看用這個技法 再加上些裝飾可以做出來的感覺 貼在手帳上也很適合喔 第三個技法呢也是在之前的影片中 非常常出現到的技法 就是用刷具暈染 氧化硬台呢非常適合用這個技法 可以暈染出非常滑順的顏色 那氧化硬台目前有61個顏色 搭配起來可以做出超級多種變化 這個技法重要的地方就是要由外 往內用畫圈的方式推攬 還有一點呢就是不同顏色之間要互相交錯 讓顏色的邊界可以消失 這個技法呢國外的創作者也可以做出非常多不一樣的效果 我一樣會放在右上角的資訊卡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看喔 那在講第四個技法之前呢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入手的新印台 這支是來自日本的設計師叫做甜口耐金子 我最近剛把他的色票給做完 這組硬台的顏色非常的飽和 裡面有包含了暖色系、冷色系調 它的顏色呢都很別緻 像是有灰玫瑰色啊還有巧克力色 那它是水性的硬台 大家可以去看看設計師的instagram的運用 好我們來進入第四個技法吧 這第四個技法呢需要用在很多顏色變化的印章上面 像是這款Codomo的花草水晶章 花和草的地方會有不一樣的顏色 那除了用色鉛筆上色之外呢還有其他的做法 我用了比剛剛更小的吊牌 這個技巧就是在同一個水晶章上面 蓋上很多不一樣的顏色 這個是虛暈草的印章 那我想把花的地方蓋上紫色 也想讓它有一點漸層 所以我選用了兩個紫色 下面的草呢我也想要蓋點變化 所以我也選了兩個不同深度的綠色 一次就可以完成一整個花朵 是不是很方便 而且它填口的顏色 顏色非常的鮮豔 那我上面呢想要加一層苗圖紙 苗圖紙的上面我要蓋上英文字 不過大家要記得 苗圖紙的材質比較特殊 能夠蓋上去的硬台並不多 那水的硬台就是其中一個可以蓋上去的硬台 這樣是不是有種落影落線的感覺呢 上面再綁上斷帶 或者是用一個扣環扣起來就可以了 最後一個技法 也是我經常使用到的 如果有常看我影片的朋友一定知道 就是把硬台的原料用潑灑的方式 滴在紙上 創造出一種潑墨感 這是搭配第一個技巧的紙 用的是Kodomo Kao的硬台SHIMMER 這款硬台都是金屬光澤的 非常的漂亮 拿出你的萬用壓克力塊 刮一點在你的壓克力塊上面 再用水筆加少量的水 再用水筆往前甩滴在紙上 可能在鏡頭上真的很難看得出來 它的光澤到底有多漂亮 不過這個技法真的可以讓作品非常的加分 另外一張紫色的呢 我用了Kodomo的金色SHIMMER的硬台 好 第一到第五個技法都教完了 那這個是第一個技法 再加上第五個技法 是不是非常的美 技法都做完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把剛剛做完的東西 再加以裝飾 我用的是POPPY的HELLO刀模 貼上去之後呢 再加一些亮片裝飾 那紫色的這一張呢 我決定再用一次燙凸粉 跟剛剛一樣的步驟 用完之後 我再稍微做一點珠珠的裝飾 就完成了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做完的效果 我們來複習一下下 左邊的這幾張呢 都是用痘痘印尼 蓋在水晶塊上面 用噴瓶噴水所創作出來的效果 右上角的兩張呢 右邊的是蓋在塑膠片上面 噴水所創作出來的效果 左邊呢也是用氧化印台 用刷具創作出來的 右下角的小吊牌呢 就是用填口 耐金子老師的印台 局部乾硬做出來的 那關於這些技法 很多我都是參考國外的創作者 那台灣的話呢 台灣的Peggy老師呢 是彩印界的權威 大家可以去買他的彩印聖金 我在裡面學到了很多 關於印台的知識 超級實用的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學習到這些技法之後呢 可以運用在更多的地方上面 如果之後有機會 會再教大家一些更進階的印台使用方式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